字幕 字幕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們又回到舊的直播室 不是舊的直播室 是我們原早級第一發的直播室 今天都預備了 因為沒有在這邊開Gedulet Live一段時間 上次有講 上次有講WDC 上次有講 上個星期我們講WDC就很精彩 實在太多東西我們過一集都過不了 其實一個星期之後 大家有些地方就冷卻了下來 沒有炒得那麼興奮 其實我昨晚在MacBook上 就裝了新的Malways Big Sir 很勇猛 你很勇猛 其實不是最新的MacBook Pro 這部其實都是2015 同一款的2012 昨天開始就 7月1日正式被終止這個支援 這一款的機 就開始 你抬頭的衝動 就會退走了 抬頭這三步肯定我這部是最過重的 這部已經不用想了 那就大件事了 裝完這個Big Sir之後 我不夠三十分鐘後 我就剷去做工具 為甚麼呢 真的頂不住 是很慢 還有我想有很多東西 兼容上面 我想和現在的軟件是有些問題的 所以正常要工作的幾個APP都行不到 簡單如那個Google Drive 通常我們不是商業 裝了一個Tools 是可以直接接觸 像Drived Folder 那樣拿的 是在Big Sir是不見了的 是啊 拿不回來 應該是裡面有一些 Drived Folder的管理檔案是不同了 所以應該 我想很多東西其實 如果關於系統上面 影響到系統上面的東西 真的要等一些更新才能用得到 初步的Big Sir的界面 就是乾淨了 整齊了 Icon和Icon之間的間距 正常回 又不會有時乎時宅 是這些 那半個小時就讓我體驗到外觀 但是做不到事情 BIG Sir是用來給一些新機用 所以我昨天的假期 就虛耗在Big Sir上面 不過說完 這個Big Sir其實也帶出 我們下一代的Mac機 其實會接下來有一個很大的轉變 就是用了 剛剛架構的Apple Silicon出來 雖然他沒有明示過 是否自己是對的架構 從來A系也是 是的 我的意思是他沒有特別強調 我是基於什麼什麼出來 基於這個架構 他體化了一個對 強調一個Apple Silicon 沒錯 其實都是個個主要的東西 就是 Apple Silicon的出現 當然 看回15年前 15年前 就是 我們有些東西 要有一個 技術去轉變 對 又出現了 這個工廠的轉變 就是 剛剛 我們應該說 剛剛 有些分析出來了 就是 關於這個 Apple Silicon 用這個 Rosetta 2的時候 究竟那個 效果是怎樣的 其實這部DTK的Mac mini 如果大家有建設者的帳戶 其實進入建設者的網頁 是可以請求這部機器的 當然 你的條件 首先是你的建設者 第二就是 你要告訴Apple 你正在建設一個Mac的軟件 那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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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那個項目 App是什麼 那Apple檢查回 你真的做App的 是的 我做App 還有我有預備 將這個App Depoint 去Apple Silicon 就是用Apple的App Store 還有用它的Source Code 我會翻譯到 下一個版本的MOS 那你填了這些資料 你就可以 request 去買一部DTK 就是買 你是一個DTK 不是 他說自己要出的 但是那個租交月之後 又是你的 你的機器 根據15年前的經驗 就是說 你買了DTK之後 其實是可以換一部機器 當年是換一部iMac 是免費的 即是一換一 即是你的東西 不是我付完錢 即是他說我當孔給你 其實他是買斷的 只不過到時候 所有東西都設定完之後 他就還給一部 真的賣街的那些機器 是的 我不知道現在 賣街不會是A12Z吧 應該不會的 但是究竟 給一部什麼機器 還是預示了 其實他到時 不會啦 他收你Mac Mini的價錢 五千元 給一部什麼機器 五千元 我不相信他會給一部Mac Pro 或者iMac 我都會問 他會給一部Mac Mini 新一台Mac Mini 對 講述開設計師 Transition Kit 其實現在在說 剛剛流出了一些分 都是GitBench 講究竟分數方面 是有多少 這方面 其實都可以 預示到究竟 其實是不是 我們轉了這個架構之後 去運用一些非Native的程式 究竟那個效果是怎樣 這次的跑分 其實都不意料之外 就是總有跌的 Rosetta 2 一定不是Native App 不會像Native App 走得那麼順利 或者那麼快 大家只是想知道 我折讓了多少 來走這些非Native App 就是Intel Code的App 現在得出的結果 就是說 如果走單核的時候 是跌25% 走多核的時候 就跌37% 那都幾傷 很傷 你買一部i5 變回i3 這個比例 很差 事實上 從跑分的分數看出來 如果相對 跟分數的 Intel的機 或者Intel Core的Mac 真的這麼常行 可能你買一部i7 回來就走到i5 但是它有一樣巧妙的位 它呢 CPU performance 是低了 但是它的Graphic performance 是高很多的 它的Graphic performance 是沒有折樣的 如果跟同一個級數的 譬如說現在 Mac Mini的i3和i5 i7 是肯定比i7更厲害 那這個是Intel Intel Graphic 太差勁了 如果你有玩過iPad Pro 即是它 A12Z的GPU加強了的時候 其實那個GPU 真的有些 OK的 我覺得特別是在這個圖像 線條的加速 以及在這個Video的解碼上 裡面是做得不錯的 是 智漲了40%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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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接近40% 接近40% 那 這個就是 Beta 1 Beta 1 Beta 1 那 真的還沒有fine tune 應該都還要很久收拾 那它起碼都收拾到年尾 其實是不是加速了大家 快點做Lative App出來 你不要再留戀 在這個兩個平台上面 是 去用 真的 麻煩你快點 將一些你主力的APP 全部轉去 還有一個秘密 你要記住 它提醒過 雖然去年 講到盡 我不會讓iOS iPadOS的APP 放上去那個機器 但是今年已經掛著自己兩把 就是我新機 是可以直接 是的 這樣的情況之下 其實 作為 已經在寫了iPadOS的軟件 可能現在還沒有什麼版 但是 你已經可以考慮 直接不如把它放進去 即是不用用Catalyst 直接不用用Catalyst的技術 直接把iPadOS的APP 放進去那個機器 其實將來 可能分分鐘 在MacApp Store裡面 有iPadOS的APP 都不用了 說了 有一堆 可以在MacApp Store裡選擇 你買的 其實就是 你見到它的走向也是這樣 即是 結果又是將 我們現在在用的 在iPad上用的APP 直接轉過去 反而到時我真的 反而寧願買一架MacBook Air 比iPad Pro更加鍵盤 兩體的 我覺得有支筆 有些人對筆真的很重要 究竟你覺得鍵盤重要 還是筆重要呢 其實兩樣都重要的 因為現在很多人用iPad 我看到很多操作上 都很習慣用支筆 除了你畫畫之外 就算你平時當上 MouseCat Select CNP 都很熟手 用支筆去做 比起你用手指是方便 以及準確度是準確很多的 即是我覺得可能入字 即是可能 你要處理一些文書 那就是MacBook 你創作的 iPad 即是 今年iOS14 都說了會改良支筆 那個兼容度 很多 運用上都改良了很多 即是不用再寫兩寫 又要按兩寫 我到時看會不會 MacBook 有touch screen屏幕 即是手寫屏幕 好運 好 兩個產品的產品線 其實 在某些用途上是overlap 價錢亦都overlap 這個 我自己覺得 看看將來會怎樣 即是好像現在 某些款式的Notebook 會的 其實我看這個情況 有機會是 會不會 即將來這個 轉型了之後 其實iPad Pro 會慢慢 又淡化 它的定位 因為其實你看回 現在iPad Air 3 或者 全民來 iPad Air 今年有機會 年尾 即都會有一個更新的 即如果新的iPad Air 即那條邊 再薄一些 當然它在講一講 再換新的CPU 其實它和這個 iPad Pro 那個定位 不是相差太遠 那變成就是 但是你的價錢 就會 下降下來一個 幾大的級數 因為 iPad Air 3 現在講的是 三千幾四千元 起跳 那你和 iPad Pro 11 講的是 要六千幾元 起跳 都相差一大截 即如果你 用回iPad Air 3 或者 iPad Air 4 那個定位 那我覺得 很好 iPad Pro 是有少少尷尬位 即現在 如果將來 兩邊都可以 iOS iPad OS 這樣的時候 那會不會 買一架 MacBook Air 已經有鍵盤 乾淨一點 我覺得 會有一個 再重整一下 市場 那個定位 那個 情況 是的 那我 反而 真的想 究竟 快點 做好 真正的 Apple C 用在Mac上面的 那一顆 究竟是怎樣 你的AI 即他很強調AI 會幫助 究竟你的AI的 功效能 究竟可以幫到多少 反而 保持了大家 換Mac機 今年想換Mac機 還有 究竟是不是 你連高級的模特兒都會 搞下去 究竟怎樣 跟Discrete Graphic 去連繫呢 傳聞就說 第一部轉的其中 除了MacBook Air 還有一部 是13吋MacBook Pro 即對於Pro用家 即作為Developer 你買一部13吋MacBook Pro 很多時候都是一班 比較學生 然後去學programming 或者剪片 即要換小機 然後再多插螢幕 這樣用 大家就會很擔心 喂 我真的拿來Developer 我真的拿來開工用 做事用 喂 你一開始就玩到這麼大 玩到去Pro級了 咦 如果它不行 大家就轉會 是啊 窩可 真的 一指坐滿盆街落索 對 你Performance不行 我怎樣做事 我怎樣開工 那些曲 我拋出來 那些曲有冬瓜豆腐 是啊 其實也挺尷尬的一個位 不要說你MacBook Pro 或者其他Mac機 你今年 你還買不買一部Intel Core的機 是吧 未必會買 除非Touch Pro 我的機器明天就倒閉了 我要開工用 我發現了一個理由 因為呢 接下來 Armbase 是未搞清楚怎樣支援Windows 沒有的 但有些用戶很有趣的 是買一部什麼機 它夠實實 夠靚仔 然後裝回Windows 那一部Intel Core 那一部就要買一部 要趁機買一部 那一部你不要想到 用Armbase的U 走Windows 即是已經說了 不可以撥攝影機 其一啦 其二 你看回其實 大家可能都有看新聞 即Surface 桌面有部Surface 我這部就是Surface Go 2 其實之前有部Surface X 那一部就是PoAcer 好像都是這個 這個分析的 小機來的 那問題就是 它是行Arm's的U CPU 那出現過的情況就是 其實很限制了 你可以用的軟件 因為除了Microsoft自己的 Microsoft 365之外 幾乎你都找不到有多少 可以在那部機能走到的 Windows S-Mode 更慘 S-Mode S-Mode 你付錢 加上一個訊息 你可以解鎖 解鎖 解鎖就可以走回Sysol X86 你買一部Surface X 永遠都是Armbase 沒有就是沒有 這個就是 Chroncam和Apple之間 給予功力的時候 大家都是嘗試行Armbase 沒有啊 Chroncam的責任就是 我出了一顆U買給Microsoft 軟件支援Microsoft 才可以解鎖 也有 News 說過 A12Z 加這個Posetto 2 性能 超越了 Surface Pro X 就是說什麼呢 就是說 Apple後來居上 正常 還有那個軟硬配合度 正常 就算之前我們用手機 用iPhone iPhone A13或者A12跑分 和845 855 都是Apple iPhone快一點 沒錯 這個一樣 亦都可以看到 Apple的整合能力 是有多強 是的 即是 你怎麼說它也好 你怎麼說它封閉也好 一定要保留整個環境 或者你用到它的東西 你基本上 你走不掉 但是它真的交足貨給你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是一些Mac的深度用家 即是 不會用PC的了 那麼 未來這一年 或者未來這三年 其實 如果你有這三年來 你會換Mac機呢 都 有點頭痕 究竟新定舊呢 或者 索性等了新的Arm Base之後 會不會是第一代就買呢 或是再等呢 這樣 一頭一尾就等三年了 但是真的有膽鬥的 是的 第一代 是的 Apple的第一代機 是的 任何廠都是 第一代機都需要用這些 我想軟件兼用 其他東西 都需要一些時間 但是 長遠計算是好事 起碼解決了一些 部機會很熱 耗電 尤其是MacBook 你一玩得多 部機其實很熱 或者下降得很快 都是一個問題 我相信 Apple Silicon 在這方面 就比較好一點 是 即是應該呢 可以搞得到 即是那時候 召喚 Snapdragon 有幾粒 Tripe 真的可以告訴你 做一些 always connect的錄模 現在就是 always on 是的 是的 我相信 因為你像iPad一樣 按鍵就能用 是Apple Silicon架構圖 它在WDC那裡 很快閃過一張圖 是 就是Apple Silicon架構圖 其中一個位置 就在角落頭 就叫做 iZone Processor iZone Processor 即是 你不需要 刪機 不用刪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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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程序 一開就即用 這個 除了這個 即是你要達到這個功能 即是Performance要夠 以及你的功耗 去控制 真的要很重要 當然 對的架構 是這個 在這方面 是很大有勢 一定是比現在Intel 這個架構 是好很多 是的 即是計回 可能現在同樣 電量的電 可能你去到 Arm Base 的MacBook 可能多一倍 甚至那麼多 的使用時間 方便的 我覺得 即是你不需要 一下一下打開機 等條Bar 拌勻完才可以用 我想機身的設計 都可以 電化大很多 即是你不需要 考慮那個 散熱 風扇 不需要再聽到風扇聲 有機會 那你那部機 就可以再薄 微型化很多 或者 都會有風扇 但是 你加了風扇 之後 效能提升的空間 會變得更大 因為你散熱做得更好 是的 那它當然可以 可能提高它的時脈 再給更多一些效果 但是可能已經沿用 現在的架構 但是出來的效能表現 可能再高一些 有報告就說過 現在比較的就是A12Z 即是11吋 iPad Pro 即是兩年前 是的 但是 因為現在 就沒有 Native App的跑分 但是大家相信 現在估計 其實一定會高過 iPad Pro 很多 因為 其中一件事 就是因為不再受 iPad Pro 這麼薄的機身限制 在散熱上會做得更好 在散熱上做得更好 在散熱上做得更好 就可以再推高一些效能 做更多的效能 做更多的線程 可以一起行 所以如果可以 相信 Native的跑分一出的時候 一定會比 現在的iPad Pro 會好很多 還有現在 你看它的情況 它一路開發 到正式出街 都不會是A12 很大機會是A14 應該也好 沒有多大機會 可能是A14X 很大機會 那iPhone用什麼 iPhone A14 就是14 正常 A14 因為它沒有加強 它沒有加強GPU 但如果你是iPad Pro 就有機會加強GPU 那就是A14X 還是A14X 下去看到就是A14Z 不知道 但還有時間 你估計 最少有半年 要等的 最少最少也半年 分分鐘可能 多少少都不定 因為現在全民 iPhone都會延遲 延遲最少一個月 就是10月才見到街 那 等一下 今年也有些新東西 就是 upcoming 這半年 這個DTK 講到這裏 但是 你在說等 可能等半年 但有些東西 可能就很快 講什麼 都是關於A14X 都是關於A14X 其實就是在講 Thunderbolt 4 Thunderbolt 3 也推出了10年 2011年2月 3有10年 2011年10 我還用一個2 2011年2月 未到10年 9年多 接近10年 接近10年 那 又是 接下來就說 有消息傳出 會有些宣佈 新的 Thunderbolt 4 規格 Thunderbolt 4 就會出 但是 在出之前 就有消息說 Apple已經 輕輕地出了一條線 符合這個Thunderbolt 4 規格 那 那 怎麼看呢 Thunderbolt 4 Thunderbolt 4 其實沒有快過 我覺得它是不是 就回USB4 接下來 用多一個標籤 來分析那條線 因為 暫時 我們不知道有什麼新的 要留待下個星期四 其實他們有一個傳媒 說明會 他們就會去正式介紹 這條Thunderbolt 4 究竟有什麼新的 但是呢 因為很可惜 現在還是 肺炎緊的情況下 本來邀請了香港的傳媒去 但我相信大家都去不到 去哪裡 去台灣 台灣 那它有Webcast 沒有提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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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去辦公室 南港 如果大家覺得 有興趣 我聯絡一下 台灣 有好廠商 過來 跟我們 Webcast 一個Live 我們下個星期 看看能不能接通 好 找個台灣 專門做 Thunderbolt 4 有機會 星期四 是1點至2點 我們可能 完了 完了就趕 好 好 我們看看 因為其實 Thunderbolt 4 跟USB 4 這個介面 是統一了 但是 用途 表現 那些分別是怎樣 不要說讀者 就算我們現在 都不是太教得清楚 因為有些位置 一樣 有些位置 又分開 這樣 那這次先說一下線 那條線 其實也是 就是跟USB 4 介面一樣 為什麼會走出這條線 這條線 原來就是跟 這個Pro Display的XDR 本來是跟著螢幕 哪一隻螢幕呢 就是Apple現在最貴的 買一個戶 都要一千多元 你說本來是跟著螢幕 那本來是跟著螢幕 那本來是跟著螢幕 那本來是沒有可以賣的 現在剛剛6個月拿出來買 是 為什麼呢 會出來買 分出來買 到底有些什麼 它又是聯合 首先就是 Apple是USB Promotion 那個組織 那個組織 其中一個成員 是 那它肯定知道裡面的東西 但是它那個是USB 4 記住它是USB 4的成員 不是Fundable 應該都是 不過 大家如果深水清留意到 剛才我們介紹的那部DTK 是沒有Fundable 沒有Fundable Fundable 3本來就是 這麼久以來 十年 這麼久以來的 什麼機器呢 就是標準界面 但是今次這部機器是沒有的 可能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 它現在的ARM Base 還未應付 在晶片裡面有 Fundable的控制器 或者它可能要等 Intel另外出一顆 Fundable 4的控制器 因為Intel就公佈了 Tiger Lake就是 接下來的CPU是 來自Fundable 4的控制器 不是40代 是下一顆 Tiger Lake 十一 不是現在的Coma Lake 不是現在的Coma Lake 不是剛剛出了 現在的Coma Lake 小洛夫不停強調 叫我們其實 看定看定的那一顆 現在是Coma Lake Tiger Lake 之後就太加力了 是啊 所以又是一個原案 就是 究竟 當傳輸速度 同等 當USB4 和Fundable 4 是同速的時候 那麼 Apple會繼續用Fundable 4 還是它是 其實其中一個 Alliance成員的情況之下 轉了用USB4 這個是一個原案 因為Fundable 4 除了介面 和CPU 其實那個 底板 其實那個電路 都要支援PCIe 4.0 都是在Tiger Lake 裡面 那個控制器 包括 才做得到 這個 你說 其實 如果用了 DDK 沒有了Fundable 其實會不會是 跟Intel 脫離了之後 而沒有了Fundable 控制器 這個問題 我不知道 會不會是 其實A12 根本就沒有這個控制器 或者將來的 Apple Silicon 沒有PCIe 4.0 它根本未必跟得到 Fundable 4 或者要另外 Fundable 放一顆 所以這個 就要再看 這個可能性 我覺得 不是Fundable 是Apple告訴你 我出一顆 不知道什麼 我自己做 S1 X1 連這顆 都不幫Intel 自己做 哦 那 對了 回頭 它應該要這樣做 控制成本之餘 它也可以 Integrate 進去 就方便很多 但反過來 它需要不需要 跟到Fundable 4 我經常覺得 還是用USB4 就可以呢 因為USB4 它可能 因為它的開放 其實成本會低很多 如果剛才 米奇說 速度上 已經相同的時候 是的 那我是否真的要再用Fundable 4 我覺得都可以不用 可能在串連上 有些分別 就是在串連上 會做得 Fundable 對 Fundable會做得多些 是的 Fundable會做得多些 但是 但事實上 現在大家用Fundable的習慣 都不是串連到那麼多台機 除非你是一些 Cousin的連接 現在通常就是一個Fundable 4 Hub 接著就駁了很多USB裝置 有些會播放兩隻螢幕 剪片 就播放兩隻螢幕 通常我見人用 要是播放螢幕 要是播放螢幕 又是播放螢幕 就會用串連的方式 或是EGPU 否則的話都不會 否則的話都可能用一個Hops 分散 即是四件 一個EGPU 一顆Sorwich 接著兩隻螢幕 四件 未見到一些很巨型的應用 當然不埋在一些專業的應用 就有這個需要的 譬如幾部機連上去做運算 這個就是DTK 剛剛推出的時候 有些人提出一個質疑 就是說 既然叫DTK 為何沒有Fundable 如果作為硬件開發商的話 它會有一個疑問 之後你不用 之後你又沒有 之後你不用Fundable 我應該買一塊DTK 其實對Hardware廠商來說 它要寫Driver 即是說 我現在在行Fundable 3的東西 我將來放到其他新Mac機 我應該要寫Driver 但現在你沒有Fundable 3 只有USB 它沒有寫Driver 其實是否一個警號 告訴你 有機會沒有 所以廠商可能會私下去找Apple問 可能Apple到私下 已經通了水 如果大家有印象 我們都說過 其實USB4的規格 很接近 甚至乎等同Fundable 3 因為其實你看回 現在Fundable 3的應用 不是太普及得那麼重要 正如你說的 都推了十年 首先不是太多機數用 除了Apple 但其實大家都當作USB-C的用途為主要 你用Fundable的器材 其實不算太多 即是一些EGPU 某些大型的保存 否則其實很多時候都是用USB-C為主 都是官網 那條線 因為那條線 大家說是Fundable 4 即是全民 是的 因為它都寫到很保險 首先它的名字 它叫Fundable 3 Pro 第二 其實你看回它官方說的 規格都是40GB Fundable 3和Fundable 4都是40GB 是的 那你又考究不到 究竟它3還是4 或者是怎樣 它支援規格 有人傳 它支援規格 除了Fundable 4 還有Fundable 3 USB 2.0 USB 3.x USB 4.0 然後還有DP 即是可以過視頻 所以這個 這個 不知道 是不是到時正式出了一條線刺 有反應還是不行 真的不知道 或者其實條線有Botolet 也不知道 它的規格就是這樣說 但是反過來 我不是年初的時候 我不知道去年年尾 今年年初不是說過 Apple Store上面有條HDMI線 以前他不是自己出了一條 Apple的HDMI線嗎 即是跟Apple TV 然後又拿出來賣 情況有點像 對 後來其實去年年尾 他自己出了那條 Apple的HDMI線 就下了價 但是上面是照有一條 HDMI線賣 變成是Belkin提供給他 但是外形 整條線的造工 連上頭的設計 都是跟Apple的 所以你買的時候 你不知道那條線 原來是換了 不是Apple做的 是Belkin 但是奇怪的位置就是 其實他放上去 Apple官網 其實你現在上Apple的 Apple Store上面 都找到這條線的資料 他說是HDMI 4K線 但是他可以走到8K解像度 8K解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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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頻寬是48GB 其實這個規格 不是HDMI 2.0 這個規格是HDMI 2.1 其實已經升級了 其實情況 反過來 這條線是很便宜 2米線 這條叫High Speed 二百多元 還有兩米 是啊 不貴的 48GB 2.1 如果是真的 這條線是超值 8K線 超值 8K線 這條線我有一條在 我有一條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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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未有東西給他試過 8K 有一個8K 8K電視我都有沒有在 8K的線我也有在 但我沒有一個8K的 8K的 8K source 因為我見這條線便宜 我買了一把東西在 會不會有8K的碟機出 沒有啦 8K的Display卡 Display卡都出不了 我買了8K 單條不行 要單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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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幾秒 你這樣玩 很大工程 所以你說 Apple 賣的線 那些規格是怎樣 這條Thunderbolt 4 或者Thunderbolt 3 Pro 不是第一次有問號 這條HDMI 都是可歌可入的 這個價錢 賣一條48GB HDMI 他沒有強調是HDMI-1 但他強調是48GB 就告訴你 如果他選了2.1 就要給拉薪錢 所以要避掉 還是他的線外出的時候 HDMI 2.1 的規格都未過 都不定 其實情況可能好像 跟現在Thunderbolt 那樣 我Thunderbolt 4都沒有 阿Lance 你把線外出 就叫Thunderbolt 3 Pro 可能是這樣的 不知道 以那條HDMI來說 現在都沒有改名的 仍然是叫 High Speed HDMI 4K 就沒有叫2.1 但你看下面的規格 就齊了 所以 這條線 我想線的故事 都幾特別 在Apple來說 這條賣得很快 但肯定是很划 200多塊 不貴 這條HDMI很划 很划算 這條3 Pro 3 Pro 當然 有些影音法消秀 會說 如果你握著這條線 的實物 在手 你都會有懷疑 這樣線很幼 可以不可以的 是不是真的 平常我們用HDMI 2.0的線 還要幼 是不是真的 這麼幼的線 你跟我說2.1,8K 我都很懷疑 哈利沒得試 順悅先 我也有開箱 用過的就用過 你說有沒有特別 沒什麼暫時試不到 真的沒什麼 煲一些靚影碟機 是不是特別靚 又不是 不像發燒線插進去 畫面明顯乾了 又沒有這種情況 其實跟之前買Apple那條沒有什麼分別 就把它插進去 那個規格就告訴你 我走到這個價 所以都 留意一下有時候Apple的線 都幾貴 有些又不是很貴 但有些又貴到嚇死你 這條900多港幣 其實所有Thunderbolt線 就算你不買它 你買外面那些 畫管理上淘寶買 如果那條線 捉料叫做真的 Thunderbolt三線 都不便宜的 都幾百元 所以 還有線有損耗 用得久都會有資料 這些是消耗品 所以 Thunderbolt是 重疲 不要說 就算一條 竹秤的USB Type-C線 都貴 都幾百元 不要說 充電的5A線 都貴過 USB C 5A 竹秤的 都幾百元 所以 尤其是 現在 電流量大 那些訊號線 大家選線的時候 更加要 小心 留意 快差 又要 不要那麼容易斷 因為那些折位 我們正在用很多 前面那堆線 很多線 都死了 很多線 很多線 都死死地 那你買一條貴線 其實就 耐用一些 其實是 那條線 就是想想 每天用的 那條線 是啊 幾十元那些 沒有三幾天 沒有三幾天 一兩個月爛了 最慘的 當你很重要的時候 差不到電 或者做直播 那條線 死了沒有色錄 哇 所以我們都寧願 換過線 不過全部靚線 又很貴 所以 都可以 我的線 是大家要 值得去 研究一下 去 買些什麼好 就是我不代表 便宜一定不好 但是 貴一定好 但是 你真的要留意一下 那些 質素啊 聲稱的規格 沒錯 好 講完線 那 今天就七月了 七月就代表下半年開始 下半年開始 就有些新機 陸續出場 是啊 最近 都有不少消息 這兩天 講得最厲害的 就肯定是 三星下半年的旗艦機 GSC Note 20 是怎樣 為什麼會說呢 當然有照片看 那 來源都是在Twitter 通常大家都很喜歡 爆的照片都是在Twitter上面 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夠快 這次爆很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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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稱是這個 官方 官方 官方劇透來的 來源 對 來源就說 將相片 其實就在俄羅斯的 Samsung網站裡 流出來 但是那張相片 有些關係 可能是抄錯 或者指錯 指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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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還沒有頂 最後 就出了兩張相片 第一張相片 就看到打平 這張相片 就最清楚 鏡頭 對 部機 機身的 外形 顏色 其實外形 跟現在的GSC Note 10 是相似的 但是 看到相機 有個方塊 跟現在的S20的設計 就一樣 你問我為什麼只有三個鏡頭 其實我也不知道 可能覺得 要跟GSC S20系列 有些分開 我覺得它這個佈局 雖然你說跟 其實用這種 正方形 或者少少長方形 擺在左上角的佈局 是 以Samsung來講 都不是 都是一些 A系 對 然後再大 但是它這三個鏡頭 垂直 我覺得是順眼的S20 四方形 擺 S20 對 S20 再短一點 它有個四銅 下面又多一個前網式鏡頭 其實它 你可以看回 Note 20 相片 最底的鏡頭 其實你都可以留意到 其實用了一個前網式的設計 又有optical zoom 不過這個三眼仔 可能 提供出來的鏡頭 會比較漂亮 我個人的感覺 都會覺得 是比 S20 現在的設計 是好一點的 看來配上金色 銅色 不要說金色 銅色 這個好像是古銅色 比較高貴一點的感覺 沒錯 這個顏色就不是第一次有的了 回到Note 10的時候 Note 10都有一些銅色出現過 有銅色出現過 但是究竟 現在 究竟 Note 20 它說是Mystery Bronze 這個顏色 究竟會不會再亮一點 或者再光亮一點 真的要增機 外觀上 我喜歡這個Note 20多 S10 Ultra 當然 今早 大家看到這個相片 有同事 大家發現 先搞定那個鏡頭 搞定那個 S10 Ultra 那個鏡頭 真的 都是出事 真的有些問題 基本上 全球的用戶 有人 是Ultra有這個問題 是Ultra有這個問題 X20 拍攝小 那些是沒有問題的 究竟 那個問題出在哪裏 不知道 究竟是鏡片設計得不好 還是演算法設計得不好 不知道 但是 都說回 其實Note 20 將會改善這個問題 Note 20 都會用回 一個 一億八百萬像素的主鏡 他這個前黃色鏡頭 令到他可以有50倍的混合變焦 但是他沒有說到 究竟光合變焦的效果 是有多少倍 我相信都是10倍左右 他有50倍的時候 即是50倍混合變焦的時候 應該就是10倍左右 那 儲器方面 都應該是會用865 甚至乎會是865 Plus 都未定的 但是這一刻 就沒有資料 他其實如果發佈 他現在估計是8月初 8月初 8月初 其實就很快 很快 因為我剛剛 昨晚收到 一個電郵 那就是 德國那個 Iva 那個展示 那 也有消息說 Samsung 就確認會 就要消息了 Iva 哦 那 Samsung會另外自行做一些 online的 Streaming Event 但是 是不是 就是退前了 就是8月這個 還是9月 還會再另外搞其他 Border的 Streaming 的發佈會呢 這個 就未知 總而言之在Iva 就會見不到Samsung 因為 每年Samsung 都幾大 一個大河 很巨型 我想 以單一河來講 它是最大的 他要了 差不多要了 整個 一個河二十 一個河二十 我跟你都行過 因為通常 我們去Iva 最大的河 就是Samsung 跟著就是Personic Sony 跟著才是Sony 但是 以面積計 Samsung那個河 是最大 最大 還有它那個河 是一個獨立的 建設 就是要走過去 要走過去 它是獨立一座展館 它不是一間房間 Sony 都不是一個 Sony的展館 都是黏著旁邊 但是它那個是 一個很巨型的 一個大展館 但是今年 不擺 就真的少了很多 看 整個錢真的會實實 還有它這樣帶頭做 可能其他大班 會不會都跟著呢 很熟 所以 就有些危機 如果今年過去看 危機 就是搭飛機的風險 第二個危機 就有機會去到沒有東西看 所以我自己都還在看 去還是不去 即是不去的機會多我去 尤其是現在去到 未必有東西看 就更加 可能上網看算一下 可能大家都 14天都不去 蛤 要過去14天都不去 他又沒有說的 現在 即是德國 譬如你香港有飛機 就算有飛機進去 那德國是不是要你 蹲14天才讓你去展館呢 他現在還沒有說這件事 一來一回 整個月了 德國回來 如果香港還沒有解禁 你回來 在香港要14天 那你想一下 你可以去7天 沒有7天 沒有7天 數3天 連坐飛機7天 真的 你去7天 但是你 去情日半 你先去一天 你先去一天 先用一天去 然後隔壁14天 再做三天 再坐飛機回來 再隔壁14天 下個月才看到 哈哈 應該數就是這樣計 做三天 然後你下個月才看到 應該數就是這樣計 所以就算有得去 都未必去 我想大家都想去都未必 對啊 搞成這樣 暫時也是 明年 明年看有沒有機會 是啊 那 相機就是這樣多 大概 其實 三星都會說 八月初 六二十的時候 應該是不止六二十 其實是不是早了 以往六二十不是八月的 是八月的 也是八月的 但是八月可能是八十幾號 通常都是紐約的 就是 一向慣常做法就是分開 手機做一個 可能iFa有些AV大開啟 又是 iFa去年你不是有些A系的iFa開啟 但是iFa就還有其他東西 可能一些家電 電視機 那究竟他之後 八月究竟他搞那些 是會怎樣 逐個一 逐個搞 或是怎樣 真的 真的不知道 你手機都更好一點 電視機那些八K 你不是臨場見到的效果 是的 所以一月去開啟八K 還有media去到現場看 幸好 就是最後一個可以出國的trip 沒有的 那你就做完那個b-thing 然後就拿一部八K電視 在香港的各大media巡迴展覽 讓你們慢慢玩 都唯有是這樣做的 沒有辦法之中的辦法 其實現在很多香港我們的 產品發佈會都轉了方式 因為你不能搞幾招 或者將規模縮小 做多幾場 做多幾場 或者做一些個別的b-thing b-thing之後 給你多些時間去 拿一部產品回去 慢慢試 對我們來說的經驗 其實是沒有太大的影響 甚至乎多了時間玩一部機 在一個技巧 其實都試得不太討厭 但是你說在交流上面是弱了 少了的 或者可能沒有很多展覽 展覽可以一次過看好多新的 當然沒有這個機會 還有很多東西 尤其是國際性展覽 不是去到它展覽出來 其實我們看不到 始終香港的市場不是很大 香港買到的都是很大陸的東西 一些比較小公司 或者一些比較小眾的東西 當然香港就不太容易 你在一個零售市場找得到 還有通常看這一展 一個展期裏面會有很多 即各大廠商一起擺 就會看到一個trend 以各期來輕點 或者大家一起向著某個技術去 你會看得很清楚技術的比較 那些東西 好 講完這三日新的 其實不是 我想說 我是抬頭上面 只有些新的 你留下壓軸說 不是這三部MacBook 不是這三部MacBook 就是我在用的 都要講一下 其實新技 這部剛才講了 Surface Go Pro 這部我特別要求 借回來 其實Surface的產品 大家可能比較熟悉 就是Surface Pro 大一點的機器 Surface Go 這個是第二代來的 上一代 我就覺得 Form factor不錯 還有價錢都OK 那奈何第一代 那個CPU不行 因為是行Ato 我記得第一代賣得不貴 那時候好像三千 三百八百 當然你要另外配上一個機器 總之五千元左右 但其實 我們剛剛又沒有iPad 其實你看實物 其實它是同一格iPad 差不多的大小 是的 這樣就 厚厚厚 其實不是差很多 不是差很多 但是它是整齊的 起碼是一個正常的 Window 就是你做到所有的東西 第二件事 它那個螢幕的解像度其實挺高的 今次這個 Surface Go 2 有多少 Surface Go 2 應該就是有這個 19 19 不要緊要 我們馬上進去看 馬上進去看 我看SPEC 其實我是喜歡 我喜歡這個Form factor 1920x1280 3比2 但是對比度 對比度是1500比1 是夠光的 為什麼會喜歡它呢 就是便攜性 以及可以做到的東西 如果你說 我買一部iPad Pro 和我買一部Surface Go 2 當然 可能相差很遠 因為今次這個第二代 就是用的CPU 它最弱的那一隻 其實就是Pantium 來的 好些的就有 Pantium Go 4425Y 4425Y 好些的就是一個 Core M3 但是Core M3 那個是八代 但是Core M3 那一隻 其實就貴少少了 因為剛才說 如果Pantium Code 入門版 就是64 加4 那隻版本 是3188 很便宜 但如果你去到Core M3 即128加8 那隻Config 就已經500 差不多接近6千元 還未計的鍵盤 計上鍵盤 就7千 那7千元 你就可能買其他選擇 對嗎 因為可能買FORM5 正常買FORM5 買FORM5 或者正常買FORM5 或者正常買FORM5 FORM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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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一個Type-C 直接插Type-C 剛才你也插了Type-C 有Type-C 有Type-C 有Head Phone 很久不見 有Type-C 不是專用Dock 他的專用Dock 有的 你沒有帶Dock 都不用死了 剛才我們展示網友 就經USB-C轉HDMI 是出到的 非常方便 另外就是 他一個很好的就是 那個鏡頭 那個鏡頭 是在中間這個位置 正常LOOKUP 都是這個位置 但iPad 你會發現他其實是在這邊的 iPad 他是預計你打直 尤其是現在我們很多時候 開Zoom 你打橫擺 你裝了那個Case 那個Smart Cover 或者那個Smart Case 是打橫擺 你玩Zoom的時候 你會發現當 dat Simply 鏡頭 的視角 永遠都是搞四方 除非你說 我將會擺擺 擺擺擺擺擺zes 你會擺擺擺擺擺擺 types 一來都是 Cole Roger 之後 你原來的左 不是讓你這樣擺 當然 這裡有個左 這裡 就在ba 你擺擺擺擺Case 左 不停 由handed 麥克 偿 自然很多, 還有它的麥克風是一個 Noise Cancel的麥克風來的, 兩個麥克風來的 你見, 是的, 你走一些Video Conference 玩Zoom, 玩Webdex, 很完美的 這個裝置我覺得, 尤其是我們一起開Webdex 這個, 哇, 幾方便, 出街就算 我做直播, 因為它有一隻有LTE版本 我出來做, 拿出去, 在街上直播回來 完美的, 跟著你又在那邊聊天 我這樣拿著都不會被人笑, 我很突压 都OK, 都OK 而且它說是完全的Windows 對,完全Windows, 你做事就方便很多 這格, 為什麼我特別留意呢 其實, 如果你看回開啟的時間 其實最初去年9月的時候 Microsoft 開啟新的Surface系列 沒有這部機的 它當時就開啟了Surface X 如果我想要一個Surface Go的後繼 而變成Surface X 而CPU是這樣 軟件的效果, 我可以忘記它 所以會不會有Surface Go 2 最後應該是上個月 上個月有貨 上個月有貨, 三月四月的 即是PayPal 開啟了 所以我真的忘記了 什麼時候香港有玩 我都問了 終於上個星期來到 因為還有一個Keyboard 在那邊 可以拿一個Keyboard 我都問了很久 很久 但這部是很輕巧 很輕巧 這部機真的很輕 也是前級的 這樣 這個Keyboard也都相當好打的 這個可以 這個可以 這個 這個 比起這個 Apple那個 Magic Keyboard 是不相差軟的 是 挺好打的 Megosoft那個Keyboard 這裡是暖暖的 有些感覺 是 這個是吸手汗用的 哈哈哈哈 其實是很 很漂亮的 整件事 這個Formfactor是很完美的 當然 如果你有買CPU Pentium 現在的Pentium 都不是太差的 當然 它這個 低Wortage的Pentium 但是 比起上一代 用Atom 就很多 有錢買M3 有錢買M3 我們手上這部 應該是 M3 那是有支筆 M3 不是M3 有支筆 那支筆是對應 但又要付錢 那支筆 有錢 也有在 但又沒有理由 你在外面買 多少度感壓的 4000 4000 4696 真的要 因為這支筆 其中一個用途 就是 你撕下來 畫草稿 很快地畫草稿 應該它的壓感 跟Surface Pro 一樣 沒有分別 技術規格 應該是4000 應該就是 但是 都要看清楚 我這邊又沒有寫 沒有說過 有10點觸控 我告訴你 10點觸控 不要緊 再檢查 我們之後再檢查 很輕 這部機是544g 不算重 當然 這個Windows 你說 Windows 這個Windows 10 是S版 即是 你要開敷功能 就要 給錢解鎖 課金 課金 跟著成就解鎖 但S版 跟普通版 分別在甚麼呢 就是 它的所有App 你要通過App Store下載 但起碼都是X86 如果你說 你想用一些 Office Adobe Netflix 那些 現在是Office 訂閱 現在Adobe 也是訂閱 但Adobe 在Adobe 下載 Creative Cloud 再拿 所以 可能有些限制 但好像給錢解鎖 也可以 可以的 其實螢幕很漂亮 我覺得整部機的定位 比Surface Pro更好 是 抵用 但是會不會 Pantium Go 可能走多一點 會遲 試一試的分 要跑播片 對 或者播一播 播放Netflix 看看是否遲 這些 你登記 或者開過YouTube 有沒有YouTube 看一看 應該有的 通常是網絡版 網絡版 應該不會太差 對 5888 Fee Surface Mobile Mouse 或Microsoft Mobile Mouse 通常買Service 尤其是暑假 後住外面的電鎖店 是怎樣 送鍵盤 送鍵盤 但是 什麼時候送鍵盤 它的商業頻道 是在賣Windows 10 Pro 因為是商業 但是商業那個 你要看它 放不放出來買 又或者是 什麼價錢 總有機會流出 總之為什麼要用鍵盤 其實Service Code 2 不是 Core M3 8加128 LTE版 就5888 不是LTE 又沒有 不是LTE 沒有 我手上這份 M3只有128加8 LTE版 所以不貴 如果LTE 5888 但問題是5888 你還沒計筆 還沒計筆 還沒計筆 那你加起來就7K 那也OK 最重要是要流動 流動方便 我覺得如果7K 比起iPad Pro 我寧願你選擇 有些東西可能是順手一點點 你走Windows 就比iPadOS更好 除非你可能有些 真的 Square Edge的東西 iPadOS 你就打4K 打4K 是 當然 我做了4K 用這部機器 4K 試一下 我們就試一下 試一下 1920 但不是的 如果你是用Edge 你打8K 他都會出到 都會出8K 因為 搜尋體系 是可以無限的 有些搜尋 好 我們 這個是澳洲 澳洲 大家有沒有看到 我再打開Full Screen 準一點 我們試一下 看看信不信 有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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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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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適合 不適合 暫時不適合 暫時不適合 現在大家在畫面看得到 可能大家很辛苦 不適合 我盡量不適合 不適合 現場看是不適合 不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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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用iPad進去 iPad沒有防水 很危 用了這麼多年 拿iPhone進去比較安全 我也是拿iPhone進去 隨便聽聽聽有些什麼 感覺很帥 而且真的 拿得很輕巧 很開心 所以這個 如果大家收到一萬元 我覺得這個 可以考慮 可以考慮 LTE版 我覺得去盡少少 買LTE版 買到 50088 就是50088 唯一充的位置 就是 你等不等到有優惠 是免費鍵盤 如果你等到連鎖店做優惠 是有機會的 這個選擇 好像不能夠 現在 不急的 街鋪是很多時候會做這個offer 即是兩大連鎖店 即是有兩大連鎖店 是由這台機買的 那兩間 橙色和藍色 橙色不是 橙色和粉藍色那間 橙色和粉藍色 橙色和粉藍色 綠色不做 我看到是橙色和粉藍色比較多 好 今天跟大家說過 最近有些新的東西 新的產品 新的news 今天來到這裏 下個星期 繼續有我們的Gadget Live 記得留意Facebook 也可以在我們網站重溫 今集 下個星期Thunderbolt 4 launch 我看看可不可以講一下 Thunderbolt 4的東西 看看有些第一手的 Thunderbolt 4 或者我聯絡一下台灣來的封煙 來的Webdesign 偶然一點 偶然一點 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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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絡一下 今集示範 又到這裏 下集 大家 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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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